好吧好吧 拿过来我看看 你 你 没毛儿 来啊 让王妃好好享受一下 你们要干嘛 别 救命 救命 大王子驾到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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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晚了 父亲 我来晚了 殿下 您 您这是结球 下官没办法交代 那我有个朋友 会教你如何交代 儿臣一乡尽以原封不动 太好了 陈上来 皇上 其实此次是为我国太后而来 太后在听过崔老爷弹奏之后 多年来一直念念不忘 三殿下是赶念太后心病 才将秦谱相赠 至于书信中所提及的宝藏 并非秦谱 而是三王妃教我做的美食 美食 此宝藏美食名曰泡面 只要加入热水便可以食用 就一个泡面饼 还有它 调料包 它才是开启泡面宝藏的密码 泡面饼就是泡面饼 你说宝藏就宝藏 在座的各位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饥饿难耐却迟迟味道饭点 闲暇无聊时嘴巴无处安放 面对山珍海味却索然无味 夜深人尽时却孤枕难眠 没有什么是一碗热腾腾的泡面解决不了的 如果不行 那就两碗 启禀父皇 林真儿 这根本就是在扯开话题 嗯 来人 扯热水上店泡面 人类最伟大的宝藏已经被揭开 天不信 不信你试试 啊 啊 啊 哦 我也不想 父皇你看 王兄吃的都停不下牌了 来 让朕也试试 果然是宝藏籍的美食啊 秦浦内有藏宝图一事 我与朕儿 李长秀 都不知情 这面呢 是好吃 但你能不能证明 他不是拿了宝藏 才将藏宝图归还 自始至终 谁都没有见过藏宝图的真面 王兄 王兄 你怎么证明他的存在 微臣可以证明 那你把藏宝图抽出来看看 怎么能抽出来啊 只有烧掉了才能拿出来的 你为什么不跟朕早说 回皇上 这是先皇用心良苦 不愿让宝藏县世被世人所利用 要想得到藏宝图 必先烧秦谱 父皇 朕儿是怕儿臣委屈 所以才情急之下顶纱 可当儿臣赶到天牢时 何大人 正在对他用刑 这简直就是驱打成招 这里面还有更大的阴谋 竟敢对王妃动私刑 不妨息怒 此等小事 儿臣处理就行 来人 将何大人压下去 重刑处置 对 皇上 皇上有命啊 皇上 皇上